我是周玉拓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06分30秒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到9点 在现场有 合起来智商非常高 可以抵消我的智商 因为我在我右边是在视频 在我左边是神副学委员 神副学委员长 这是反联集团吗 反联集团是不是 没有谁敢 coco姐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大家好 coco姐那个姐的意思 只因此而已 尊重 那我也快快快温倒了 后来代表我永远年轻 是 对今天这个神副学委员 大清早就带给我们青春活力 那视频也在现场 我们今天主要的访问是神副学委员 但是你要负责尖锐的批判 我会40放冷箭 国民党历经了这个初选的台北市长的提名人 最惨烈的一场战役的周末之后 礼拜一 我们面对的是过去的回顾跟未来的展望 这个礼拜有个很重要的风暴议题叫核四 不过先请教这个在现场的神副雄 神委员 委员刚才这个视频啊 在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说 这次的选举国民党啊 因为民调上 丁守中跟联盛文差的并不多 所以他认为有一个民意跟党义的落差 第二他认为 党内初选的游戏规则 最后就说党的总动员 黄复兴党部的党员 几乎就是一辆一辆乡行车 我碰到很多跑这个选举当天的记者 就是大清早大概一个投票所 就是20辆这样子 这个乡行车 带着黄复兴党部的党员来投票 那视频认为 这个根本就 是游戏规则动态的 这个倾向于这个强者 那马英九主席保持中立 有一点虚角的中立 有点假中立 这两个议题你怎么评论 我又直话直说了 等一下视频可以评论回去 因为我不怕得罪视频 他没有见罪 因为视频是丁守中的大将 他照相的时候排在他左边 所以我觉得既然选完了 那我觉得像这种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讲 因为毕竟不管是民调也好 党员投票也好 因为丁守中都输了 而且每一个乡 二十几个投票乡 他只赢了一个投票箱 所以不管说党裔跟民意有落差 当然有落差 但是因为党裔比较容易操控 人数比较少 而且党裔受 就是说上层 受某种利益的纠葛 他动摇的不见得有道理 那我们再回溯上一次这个党员投票的话 那个丁守中领先 郝龙均嘛 对不对 还有丁守中是军系立委嘛 对不对 而且那个 这个他老婆的爸爸 就岳父啦 岳父 是连行总司令嘛 对不对 但是也可以一系转变 所以这个就是说 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其实没有说 重甘要去改革的这种意愿是没有的 就是还是超短线 超短力 而且是墙头草 而且就看谁 比较 因为连战的 这个人脉非常的绵密嘛 所以呢 就是到这个时候 丁守中再优秀 再当再多年的这个立委 还有想这个位置 已经想超过20年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就难怪 这个丁守中的大嫂 说这个是小小米队大金鱼嘛 那这个大嫂这样讲 我觉得还可以啦 毕竟有这个亲戚关系 我觉得我们视频啊 就大可不必了 但我要快速的补充一下 我刚刚在回答 口口问我的问题之前 我有说过 初选也结束了 丁守中也说 他会支持连胜文了 但我们只是因为 在这个前提之下 再回头来看这个过程 所以表达了一点点分析 但是从你们两位的 这个评论当中 说结果看 看国民党根本就是 还是仍然是一个 过去的那个 好像大家有点批判的 一个烂政党 有什么好指望的 那这个政党 推出来的候选人 在大选当中 有希望吗 视频 我这个省委员 是对选举比我更专业了 我想他一定很清楚 这个到最后 板块的这个问题 如果还是持续 旧的板块的话 你不能说 这会是为什么说连家 他这么样子在大选的 最后两天 包括连战主席出来 然后包括这个广告 包括黑韩等等 这样大幅度的出来 就是因为他知道 头过身就过 但是问题是 今天各位 可能有个变数 如果沈副宏委员 今天在这边 有一个重大的宣誓 那就变成 不是两强对立 可能变成三国鼎立 那局院就可能 就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 如果照旧有的规则来看 板块的规则来看的话 当然我想 连省委员的胜算 还是很大的 现在这个 陈委员你到底要不要参选 我用的是这样 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就正面 再回应视频的讲法 我觉得他太高抬我了 因为这个 连胜文 连家花的钱 还有他的人脉 钱脉 这个真的是 佩兰莫资能力了 我这个 也不是 连小虾米都比不上 我大概是一个小浮游 那浮游大概招生戏死 对不对 这个太小了 所以我根本如果说 我真的是以传统的思维 跳进这场的选举的话 那真的是 真的是太不自量力了 而且也太难看 那你到底要不要选吗 所以我如果你 跟外面这些记者 同样的问我说 你到底要不要选 要选 选的前提是什么 也不是前提 我觉得要选 或者不选 如果能够这么简单的 回答的话 那我觉得全国 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 可以笑我 就说你这个脑不休 但这个还不死心 这背影真难看 我觉得问题不是这样 我觉得全国老百姓 尤其是绿营的 尤其是深绿的 这边的朋友 很难理解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恐怕比蔡丁贵 还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真的 只要我这一口气还在 我每次看到 我很多事情 我常想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是这个说法 我要进广告 因为你智商比较高 可是问题是 你前一阵子报纸上 也是联合报灯很大 广告回来 广告回来 柯文哲根 连胜文 胜出 你一定要参选 那你现在改变了吗 没有 没有 你怎么这么 我们广告时间 非常的紧急 我们的听众朋友 快急死了 我们听众现在 一边吃早餐 一边要准备 为省委员参选 欢呼 8点16分30秒 柯柯早餐 今天在现场 省副省委员蔡时平先生 立刻回来 Coco早餐 Coco's VIP 8点19分35秒 登登登 揭晓 在现场 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 周一寇 在我旁边的 蔡时平 资深的政治评论家 还有一位资深的 政治人物 他是非常聪明的 省副省委员 他现在要揭晓了 54321到底你要不要参选台北市长 因为连胜文已经胜出了 那柯文哲看起来最后被整合的可能性也很高 我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我不会回避 我也不会转而磨脚 我深深记得我3月19号给林和明 你会不会讲过 我的前提 就是说最后两个 两个主要赠领的候选人 就是连胜文跟柯文哲 那如果这两个 我觉得是台北市有市长选举以来 到目前为止 分量最轻 最没有经验 我觉得真的替台北市民教区 如果是这两个来主导未来四年的市政的话 我心难以释怀 那这个我心难以释怀 这个已经三个月了 从1月19到现在 这个三个月情势没有变 情势没有变 有小变 有小变化 那国民党这边 就是连胜文胜出 所以这部分没变 那民进党那边 我觉得是有变化 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党中央处理这件事情 处理的不好 从一开始就不好 现在还是不好 我觉得柯文哲其实 他的这个民调的支持度已经大幅下降 而且大家都归罪于说 是因为学院的关系 把它变原化 我不同意 我本来就预测他会下来 但是会下到这么干脆利落 我是有一点压抑 我觉得他掉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时间一久 他没有花样 他肚子里头没有东西 简直是跟草包差不多 那大家看了就烦了 烦了当然就下来了 我觉得民进党党中央 在应付柯文哲的挑衅 因为柯文哲 他是装得自己很奶衣服 很天真 很乖 很高养 跟大家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盘算的 他其实所谓夸党派夸然率 不是真正的夸然率 他是假白的夸然率 我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夸然率 夸账的夸账的 他的夸然率是选票的考量 就是说我现在不进民进党 但是我要你们的支持的话 他多百分之五 我觉得连这种盘算 到这种大环境都没有了 我觉得民进党 应该问柯文哲说 当初我们真的忍气吞声 受你摆布 就是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因为你可以赢国民党 因为你可以国民党 那基层也好 党内也好 大家都说人家很厉害 国民党除了一堂分 在挖阿扁 董上去以外 除了那个以外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 可以独立赢过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个连我们这个理论大师 林佐水都认为他看到 看到隧道顶端的那个光 他说这种魅力 个人魅力能够打赢 在首都打赢国民党的 就是一个陈水扁 一个还有现在他看到的第二个 就是柯文哲 那如果这种光芒这种魅力 他把马英九也嫁进来 就是有三个这种个人魅力 足以带动逆转 这个原来的大大大局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去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问柯文哲说 你现在根据各种媒体 你独立赢不了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他是姓丁 不管他是姓廉 现在当然是姓廉 你赢不了的话 那重点就不在于说 你领先我们的候选人有几排 你还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啊 所以所以这个 他有他有他有取得的过程 对对那这个方面是稍微有变化 对不对 但是不影响了 因为如果国民进党 所以他就说他看不看清了 就说我的运动啊 主题啊议题啊 movement啊 issue啊 都受学生运动摆布的话 我现在台北市市场候选人 还在受你柯文哲摆布的话 其实这个党就变成 有带没分的中选人哦 所以呢他如果醒过来的话 他挑一个然后提名的话 我觉得他挑的候选人会再上来 柯文哲会再下去 所以柯文哲所占的优势并没有那么多啦 但是那个是不是违背我原先的大前提 我觉得也没有啦 因为那个时候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弃选 我还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逼我说一定要回答哦 其实我设的那个那个条件还没有100%成熟啦 但是我还是要回答你 因为我不回答的话 我来这里就太不好意思嘛 没选我的人啦 我觉得大家可以 像我吐口水都没有关系 我其实我的考量不是选 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s 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要不要选还是不选 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今天就不是神父熊啦 我觉得我考虑的城市是比较多层 比较深度啦 我觉得第一个 如果一选哦不得了 就万方披靡我就赢了 那当然最好 但是我认为除非两方的候选人 有很大的利空啦 那其中一方的利空也许还要靠你 我不晓得你的你的里头还怀了多少 顶手中所谓的未爆弹 我不晓得 那如果两方都有很大的利空的话 那当然就就比较容易 但是我不把这个考量在内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是为了真的会选赢的话 那我是有点傻啦 而且我周边的亲戚朋友 没有一个人同意我这个这个assumption 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选的不会很难看 起码是当选人选票的十分之一 总有吧 我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连他两百万啊 都是朋友要借我的 所以我答应他 我那两百万一定 如果我选的话 一定还给你们 所以我一定 如果当选人是42的话 42%的话 我一定要有4.2% 所以一定要还给他们 但是呢 这第二个可能 我也非常耿耿于怀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信用 因为我得到一个还可以看的 也许12% 也许15% 也许18% 而左右了他选举的结果啦 那比如说甲方 如果我不参选了 是甲方当选 但是因为我参加了以后 变成乙方当选 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办法 因为我不晓得 我拉了到底拉了谁的票 这个各方见解不一样 国民党说 我拉了袁胜文的票 你说你好啊 你好啊 你拉了绿营的票 我平良心讲 还没有做民调之前 还没有去尝试之前 我还跟着有点不太懂 但是呢 这个不太懂 没有关系 如果是因为 我这个跳进去了 又没有当选 票又不是很难看 但是左右的 最后的结果的话 这个我讲非我所愿 而且我这个是作孽 那你根本就等于说 你不选啦 没有没有 我还有第三呢 你急什么 你有 陈优豪那个时候是四个 不是 我现在年纪大了 少一个 那我的第三个想法 是这样 我如果以传统式的选法 我钱啊 人啊 都不如连胜文 对不对 那真的是 真的是 就不需要多费这个力气 所以 他越是要花钱的地方 我越不能跟他 在那个地方去较量 比如说他来的是海军的话 我就不派舰队出去了 而且我也没有舰队 所以我甚至在这里要呼吁 如果大家认同我的做法的话 如果你在台北市还有空地的话 自动向Coco姐联络 我需要那个空地 我要搭一个帐篷 这个就变成我的总部 你知道吗 我已经 现在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天水路 接近云环那边的 他一楼有个空的 就是店铺的店面 他要免费借我用总部 我都不敢答应 为什么呢 你一个空的店铺借给我 我总要去装潢啊 我总要派人早上九点就要去啊 我就要接电话 我就要付水电啊 这个连我都觉得有点 不但是付不起啦 就算我付得起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如果选的话 就是第三条路 我希望 我一直在想 现在除了说台北市政的好坏 我心难以释怀 但是学运以后啊 我觉得国家兴亡啊 五倍 责无旁贷 你知道所以这个 人家说哎呀你选市长 跟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忘掉 台北市的人口 是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啊 预算是超过十分之一啊 而且是最大的诸侯啊 你看郝农兵一天到晚 喊啊喊啊叫啊叫啊 对不对 那现在你想想看 不管是联盛文当选 或者是柯文哲当选 我觉得这个对 学运完以后的动荡啊 没有好 没有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 因为两个任何一个当选啊 就是另外一方啊 他的挫折感会是空前啊 所以呢 还是有我这个 名副其实 有假包犯的 夸蓝地的当选啊 他们两方都会有一点 有一点不高兴啊 都有一点不满意啊 但是伤害最少 而且是 而且是未来 而且是未来 不是不是 我觉得你太油滑了 不是不是 而且未来提供他们四年 好好反省 重新回来的机会 这个对整个国家来讲 是最好 所以我 如果我采用第三个思维 去参选的话 我预计啊 我预计要起码 因为现在大概还有两百天嘛 起码两百天 如果我不受欢迎 保守一点 我起码讲两百场 如果受欢迎的话 我讲四百场 而且我有一百个题目 我已经预设了一百个题目 三分之二是市政 三分之一是国政 那如果我这样的去讲 讲到大家 会说 嘿 这个人又厉害哦 这个人摆在一边 不敢用 也怕胜 为什么我们摆着神父兄 不管 而去投连圣文 或去投柯文哲 这也有够 眼睛不够 以什么意思来 你听懂 他到底要选 还是不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剩两秒了 再进广告 回来再进 8点33分12秒 这个陈副兄委员呢 在刚刚提出了三个可能 请教这个聪明的蔡时平 你怎么解读 到底他要不要选呢 我这笨瓜 已经给他搞糊涂了 这样讲好吧 我讲一个往事 当年记不记得 陈旅元先生 跳出来选举 那时候陈旅元身边 有一些朋友就找了我 然后说去跟陈旅元先生 陈旅元先生聊一聊 那不瞒你说 陈旅元是吧 陈旅元对 我自己跟他很不一样 我现在举例 他当年刚出来 甚至很旺嘛 我进去之后呢 出来 然后我的好朋友问我说 聊了什么 我说说真格的 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 因为就一直重复 那个千年 理念 讲那个没有 他一直在讲那个 就是一世幽暗 对不对 他自己在经历部长时候 发的那个文章 那我那时候 为什么这种强烈感触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政治是很世俗的 政治很世俗 他当然需要理念 可是如果你的理念 不能够让世俗人 听懂你的理念的话 其实那个理念 就完全非常高到 所以很难 就很难掀起一阵 那种选举的热情 所以你觉得啊 审委员刚刚讲的话 太悬了 但是我觉得审委员 不太一样 审委员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人 他对世俗政治的了解 是非常深刻的 各位刚才已经听到 他那个三个可能的 那个分析了 但是我还是会 不是三个可能 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我觉得审委员 他的第三个层次是关键了 他显然 当然我有跟各位 期待未来选战的人 讲一下 就说因为还有一个变数 就委员讲得很清楚 就民进党到底是 民进党内的党员呢 最后出现 还是柯文哲出现 这的确是一个变 还是一个变数 所以我想 委员的确还有一段时间 可以在观望 在金融则观望时间 去吹扬他的理念 这个是他的时间 但是这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也不会太长 大概就是差不多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就差不多就出来了 但是我在想 如果是连胜文 对上柯P 那你必须承认 两个政治素人 然后连加代表 后面的后面 所反映出来的两岸关系 他们的财大 世大 还有柯P的一个 纯政治素人 或者是某种政治的 一种暴走族的性格 大概会让相当程度的 台北市的某些 中产阶级的选民 会觉得很疑惑 很不知道 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委员的空间 这是省委员的空间 对 但是空间会有多大的确就要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讲过的 那个高 那个理念如何不高到 然后现实政治又如何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希望 有一点新的理想进来 这是委员的挑战 委员你的意思 当然三个层次 就是你希望你的选举的过程 其实是会有一个理念的宣扬 对不对 有人听你的话 那在会造舍出其他的候选人的优劣点 对 第二 你提到了一个跟保证金有关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 你希望你 人家借你两百万 你至少当选人大概大概四十五左右 百分之四十五 那要有四点五的参选人 这个比率两百万才可以退回来 所以你至少你觉得你在民调上要百分之五到十之间 这个我跟视频判断大概省委员参选 如果最后不是打假球的话 他应该就有这个这个民调 那我要问你 很多人问我 这个蓝的这个绿的都有人问 都指责你是对方打假球的 那个帮打假球的那个人 你不要最后变成一个香菜政员一样的被指责者 是对我很大的羞辱 而且是不了解我这个人 如果这样讲的人 我认为这个人是不认识我 我一辈子没有打过假球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你发誓你绝对不会到最后关头 当然不会 投给别人 现在我讲 我再稍微回来 可是其实不打假球 因为今天 今天刚刚那个视频提到这个陈旅渊 我最不喜欢大家把我比成陈旅渊 林阳港 或者是李豪 我刚不是比喻 我只是举说 王建轩 因为你说你没有党派的奥远 然后你现在要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你根本就是那个就是剪狗屎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那我连我自己的 我都看不起 我自己 那现在关键是三个城市 第一跟第二个 我们都可以不讲了 因为如果我们考虑第一个跟第二个城市的话 我应该是不选 应该是不要选 因为第一个是太困难了 第二个非我所愿 对不对 那现在第三个城市 我觉得是重点 我觉得今天借这个题目 如果大家还关心台北市政 关心我们台湾的未来的话 如果还认同我的这个想法的话 其实我现在是很孤单的 你知道吗 那人家怎么表达呢 在网络上给你弄个平台 不然你现在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很寂寞的 我现在想来想去 这个考虑来考不去 要选不选 我其实我也有情绪上的起伏 对不对 因为第三个就是要义无人认同 而且要靠我的本事 就是说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能够带动风潮 比如说我一天讲两场好了 而且这个题目都切中人心了 但是在我们目前现在这么低俗的 这么这个民粹的 是不是能够打动人心 我不知道 你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呢 你就告诉我具体的民调数字出来 你是超过5% 你就选就好了嘛 我觉得这个样子 其实也蛮丢人的 你不觉得省委员 这个太不误实际了吗 人民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谋演讲 不是不是 我现在丢这个可能选的原因 是因为我太关心台北市的未来 同时也关心台湾的未来 那我常常认为舍我齐水 我认为现在是在潮的 或是在野的 因为他们过去的背景 过去他们的言行 其实他们能够得到 多数人的信任的程度是很低的 大家都懂啊 那我自认我还算可以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讲 现在这个学运就好像股市暴跌 那暴跌完以后就震荡 那我们期待 如果你对台湾好的 你期待震荡向上吧 但是呢 自然的趋势跟能量的趋势 是震荡向上 那起码我觉得 我也许还可以让它震荡向上 但是呢 很危险 第三个层次的参与 危险还是很大的 因为搞不好 我变成 变成晚节不保 很丢脸啊 什么叫晚节不保 你说你得不到5%的票 就是很丢脸啊 我跟你讲 连8都丢脸了 12都丢脸了 那就 不是啊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希望 就是说 第一次 我参选以后 我宣布以后 第一次的民调 三个人排起来 我就说 跟他们两个人的距离 不太远 不太远 不太远的话 即使排到第三 即使排到第三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 他们一个32 一个28 然后我爸 这个是很 非常非常的 所以这点 我有没有考虑 当然考虑啊 我那么那么笨 我刚才抢着问的是说 委员 当然 今天coco如果要逼你讲说 到底参不参选 这个事情 我今天不是讲对 还明反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你要不要给 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个 一个期望 什么期望呢 就是比如说 类似像当年 林英雄反合 或者是徐信良 要参选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动作 就是千里苦行 就换成说 你可不可以 在未来告诉大家 比如说你要 你要宣扬这个 就宣扬这个理念 就什么时候开始 我开始要开始宣扬这个理念 我就真的讲 讲个时场 如果时场的反应发现到 听的人真的就是数十个数百 上百个几百个 就可以就愿意这样听 那时场二十场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动作 其实这一点在技术上 对我来讲 其实我是 我刚才讲过 我是没有人 没有钱 然后媒体还在观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 如果登我的消息 能够帮忙媒体卖报纸 或者是影响 他们的收视力的话 这个不用我求 他们也会要我去 那如果我去了 对他们没有用的话 我这个就照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以我的聪明 以我的本事 我还是很担心的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我宣布完以后 在一个月宇里头 这个就非常非常不错 事迫足 大家认为说 真的不用他 实在太可惜了 那又当年有害事 但是是哪一个方向呢 哪一个结局呢 你们可以告诉我吧 对不对 如果大家认同我现在 从刚才到现在讲的话 大家就各种不同的管道 进来说 哎不错 你说的不错 我跟你讲 我上文谦的节目的时候 我早上在跑 很多人听节目 都会说 哎你早说的不错 听你听你 你要出来算 但是这个总是只有几个 那如果很多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话 那当然就是 让我的第三个层次的思维 朝向正向的路上 我们要进广告 我不客气的评论 我觉得你废话太多 因为台北市民了解你的人非常多 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层次 第二台北市民理想性是在的 我是很不客气的说这个身为原因 我跟你讲 你废话太多 很少你说我废话多 你刚才就是废话太多 关门你视频 提亮一下 我有讲废话吗 第二 我讲一下 柯P 柯P很急 因为柯P 他虽然嘴巴讲的清高 他是要打传统战 他要组织 他要募款 我跟柯P是相反的 我跟你讲 我不能急 我跟你讲 我的风险太大 我的力量太孤单 我不能冒进 我不能毛躁 你知道吗 我说你废话多 不是恶意 是现在的网络世代 不能讲那么多话 只能讲几个字 8点42分 你到底选不选吗 我讲了这么多 你还听不懂 因为我们都回到第三个层次了 第三个层次 是我跟台北市民 互相 未来互相激荡 让我看出一点痕迹 那你的意思就叫台北市民 把黄袍罩在你身上吗 你根本就是那种传统 我假定你的这个收听率很高 听到的人很多 那我在 我在明天后天 在路上都会碰到这些 如果大家看到我 都像我吐口水 那我当然不选 但是如果大家 都说 赞你讲得好 师弟你觉得这个有 这个有理性的数据 我可以接受 这个叫测试水闻 我可以接受委员 测试水闻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从现在开始 你用什么方法 除了刚刚演讲 我那个建议之外 那你要怎么样方法 比如说你上了 陈文献的节目 你也上了 Coco的节目 你还有什么 以后都会再利用上节目的时候 不断这样阐释 才能够知道 大家看了以后 有没有回应 没那么多节目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8点46分37秒 我们在现场是 陈富雄委员 是我们的主要专访者 然后我们的评论家 是蔡世平 陈友豪的时候 那个募款 他说三个可能 事实上就是四个可能 其实就可能 今天要不要参选这件事情 是三个层次 只有一个层次 只有一个层次 大家最在意的 那我请问你 那第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我智商比较低 我请教你 如果最后民进党是 跟柯文哲整合出来 是连胜文跟柯文哲 两个候选人的时候 你的参选是 第三个层次当中的 民调要到某一个层次 某一个数字 你才参选吗 也不是 也不是 因为告诉你 我没有钱自己做民调 那个吗 那别人也不会那么 激朴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民调 说帮我做民调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我要去做民调 然后再看 然后再斟酌 然后再踏出去 我这样 我会看不起我自己 所以如果是柯文哲跟连胜文的话 所以我觉得 我当初你们没有听清楚 你回去问林和平好了 林和平记者 我有讲 如果是柯文哲跟连胜文 我哪里释怀 而且我会决定说 如果他们两个 是他们两个 而且他们两个的支持度 一路在下降 我就选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有讲利空 你知道吗 我有讲主要候选人的利空 好 我没有钱可以花 我也不愿意花 我也舍不得花 那你说我怎么 讲得实话 你说我怎么造势呢 我怎么造势呢 我平常讲 只要我一参选 我大概一个礼拜 一定堆出两个东西 而且因为我是参选人之一 我堆出两个东西 我还觉得你不得不登 你还觉得你不得不登 就你不担心西瓜味大饼 就是媒体都是报道 如果媒体 如果主要媒体有效的话 我还不担心你不得不登 而且我两百万一定要拿回来 因为这朋友借我的 那现在如果两百万拿回来的话 那将来如果我十万票 还有三百万 因为一票三十块 我都要把每天的费用 花在降到最低 人家免会借我的店铺 我都还不敢用 所以我认为 我一定要以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小的效果 而且要做一个典范 这个柯文哲也这么讲 但是他讲是假的 好 我跟你讲 我还要让全国的台北的市民 你的后代 你的下一代 如果要选台北市长的话 你不要很后悔说 哎呀我又不是连战 我真的对不起我小孩 你要想到说 省府省都可以这样选了 我小孩当然有希望 我觉得这也是 我参选的另外一个成络 好 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不是柯文哲 民进党自己推候选人呢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因为我跟马英九讲过 如果你们国民党 依照程序推了丁守中 我就不选了 那我的道理 原来马主席都丁守中 但是马总统听不懂 他说你选什么 我们是真的 这样在一起吃饭 那他说你选什么 我说我选市长 他没看报 他没有听懂我的讲法 我讲话 他说你选什么 我说选市长 那后来人家问我 为什么丁守中你就不选 我跟柯P不一样 柯P是因为丁守中不好打 我认为是 如果国民党提了丁守中 丁守中过去的历练的经验 他当市长没什么不对 那我参选的合理性就打折扣 我非常 我非常考虑到 我是参选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很多人觉得 我参选是不合理的 是为了 是为了 老来不甘寂寞 那我真的是非常 那如果民进党自己推 没有柯文哲 而是推了顾立雄的话 我的这个正当性 也打折扣 但是没有丁守中 打的折扣那么大 顾立雄也是素人 顾立雄也是素人 而且还是个律师 但是他有正当的政当性 所以这个就要考虑一下了 对 好 这够清楚了吗 这个很清楚了 你对我很磕你知道吗 我对你磕吗 我对你很客气 你对我很磕 因为你这个 不是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的节目听的人很多 收集很高 听众朋友看到省委员就说 选举选举选举 动身动身动身 那他就要用各种的办法 给我支援 因为我是 因为我是很孤单 他这个太有身段了 你不觉得省委员的想法 我是最没有身段 省委员等于也提醒各个媒体 在未来如果两党做对决的时候 要做民调 加一个省富雄 不是 我甚至要喊话 我觉得绿 偏绿的媒体啊 不管是电视 电台 都不请我 我真的是喊话了 都没有人敢要请我 我不晓得他们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有本事 就请我去讲 他们是不是担心 你如果跳出来 你其实抢的都不会是绿营的票 我觉得他们考量 可能没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绿媒 多年来不要我的原因 是怕他们的观众 或者听众 打电话骂他们 你知道吗 所以呀那到底你抢的是谁的票啊 会骂我的人是很少数的很绿的 他们不懂 基本教育派 他们不懂我在爱台湾里吗 他们认为他们的才是爱台湾 我是不爱台湾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是误会的 你知道吗 我再强调一次 你不是打假球 你如果一旦参选 你再问我这个 我就要揍你了 你知道吗 把打假球这三个字啊 贴在我的额头啊 好 这个是太不礼貌了 那我这个是非常不礼貌 可是人家认为 你跟这个马主席这么好 那这个你跟那个民进党 你至少他请你吃饭 他没请我们吃饭啊 那那个 我跟你讲 这个是因为我提的案子 重要到他认为 非得跟我大面讲 他又修理我们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也告诉我说 你将来选了以后啊 人家是说 马英九会是认为 你是要用你这个牌 来扯连胜文的后腿 这个好像也言之成立啊 尤其是丁手中输了以后 你跟连家关系好不好 连胜文的好朋友 都是你的好朋友 这个好 这个就将来我们要讨论的 因为连胜文是代表 百分之一的人口 不管是阶级啊 财富啊 连胜文周边的朋友 跟我的朋友 一个都没有重点啊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 选取的时候的重点 但是我必须讲 我们是没有什么恩怨的 为什么 因为连仙 连赞先生了 碰到我 都说 我祖母 好像是他母亲 爱他祖母 也姓沈哦 我们也许说不定 他是台南人 我也是台南人 他们都说 也许我们有倾家关系 我说不好意思 我不敢高翻 我真的是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连赞一家 其实对我还蛮友好的 我今天出来选 是希望不要出来说 定所中 你望远复义 还有 陈步雄 你又跟我们的祖母 同样姓沈 又是台南人 你这个 不带两 这个血缘关系 或是亲家关系 或是同性的关系 或者什么关系 我觉得就不要这样 不要打这种 这样低劣的手段 终于 差不多明确化了 那视频你评论一下 你不是说我还没讲清楚吗 讲清楚了 现在讲清楚了 我听懂了 你是后知后觉 我当然 我是慢知慢觉 不觉不觉 不觉后知后觉 是不是 那你怎么评论 就是说 其实我跟讲世俗的看 大家就会觉得 省委员一定有票 那到底他抢的是谁的票 那这一点 其实他未来 一天是压力很大 而且他这个人 洁生自豪 这个处女座 跟丁守中一样 那所以他未来的 这种压力会很大 我比较替 我比较替 省委员担心 是他想太多 想太多 你想在一个 世俗化的选举里面 第一个 最后对决的时候 也会压缩第三方的空间 那第二个很重要是 媒体呢 一旦发现到 跟着省委员的乐趣 慢慢没有了 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 可以有兴趣的时候 像柯文哲那样 对他就会 他的好奇度 都会下降 这非常糟糕 我一定要尽全力 预防这个发生 关键就在于说 刚才省委员讲 他有一百个以上的题目 市政的题目 一个礼拜抛两个 如果能够这样 那我觉得 这个三强鼎力的选举 就还可以看 所以他如果他可以 带动其他两个候选人 被迫要出手的话 非常戒慎恐惧 提出好的证件 自己要做好的准备 因为这两个候选人 评良心讲 证件都不好 但是我最后回应一下 视频他说我想太多 我想太多 是我私底下关起门 睡觉之前 睡觉一路再想太多 但是当我present给市民大众的时候 我不会那么复杂 我当然晓得选举的手段 可是你个人魅力怎么发挥呢 大家认识你太久了 对你来讲也是缺点 你知道吗 你没有什么新鲜度了 你又没绯闻 你觉得柯P 你又不像林飞凡 那个陈慧婷那样子 林飞凡还不知道 40岁不能选啊 你也确定黑函打不到你吗 对 我觉得没什么 柯P因为是新鲜人啊 而且柯P讲话那个 但是柯P出手的太早了 你觉得 对 你刚才批评柯P那一段 今天他会把你骂回来 你说他是草包 我没有 我说肚子里头有 肚子里头有多少东西 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吧 好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神委员